而说到选战 这是民进党的六都首长布局 现在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其中是桃园市长人选迟迟没有公布 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来了 说除了是在地立委郑运鹏声势很高之外 也考虑空降人选 现在传出桃园市长郑文灿 已经跟两个人开会讨论了 好对此奏斗点名的郑运鹏否认有密会仪式 他也强调了当前是以疫情为重 但是话锋一转 他说如果党内征召 他绝对全力以赴 市长位子谁接班 郑文灿这神回应先大酸国民党 再来也替自家阵营解套 宣战脚步接近 绿营桃园市人选千呼万唤 还是没出来 在六月完成提名 那会按照既定的脚步走 战事长态度淡定 但党中央真的不急吗 据传令高层已开启讨论 除了在地立委 郑运鹏呼声高 也考虑空降人选出战 有消息指出 郑文灿已经和被点名的人选 开会讨论 布局选情 否认密会议说 但身为可能人选之一 郑运鹏也没在客气 笑了笑于带伏笔 出现恐怕是早晚的事 将让桃园在地 接认定郑运棚身世高 接班态势似乎 禁区明显 主席跟选队会 会做最好的评估 那我们也希望 桃园能够推出最强的人选 来延续 中文灿市场的优良的市政 跟林志堅肯谈桃园人选的问题 没有人问过我 不到摊盘时刻 还是留给外界一点上上空间 毕竟侦招权在主席手上 如何定调 还有着不少变数 热蓝镜发送曹一 推广报道